緊鄰著廣州跑馬場的跑馬地大廈裡 臨近傍晚 一群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 澳門的青年電影人仍在忙碌 這群青年辦公所在的樓層從樓內望出去 可以俯瞰濟南大學 那裡是他們電影夢開始的地方 我們團隊是2016年成立的 然後2016年的時候我們從一開始的學生團隊 時光機 然後一起合夥成立了現在的這一家公司叫星團時光 陳佳瑞介紹 公司發展至今 團隊成員已經有40多人 年均產出各類影視作品300餘部 作品中既有獲得全國第二屆平安中國微電影微視頻比賽 十大微電影獎的天平 又有綜合觀看量破億次的反洗錢宣傳教育短片 還有縣離北京冬奧會的澳門MV百年盛放 在陳佳瑞的記憶中 天平是團隊的第一個商業項目 意義非凡 其實當時我們還在微創空間 既大的微創空間辦公 然後我突然有一天 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電話那一頭就是打電話來說 我們請問是不是陳佳瑞 我說是 然後他說我們現在有一條微電影的製作需求 請問你們有沒有檔期 在那個電話接到的時候 我是非常的緊張以及非常恐懼 因為我不知道該不該接 但是當時我的不理智的情況下 讓我隨口而出的是可以 不過現實並非想像中順利 在足足堅持半年後 公司才從學校的創新創業實踐基地 搬到了一路之隔的跑馬滴大廈 當日 陳佳瑞帶記者參觀了創業的第一間辦公室 團隊創業之初的艱辛如今依然歷歷在目 因為當時這裡才幾十平方 也是一開始從七八人後面擠到最多差不多二十個 來到這裡辦公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發現了原來窗戶是可以寫字的 所以就從那天開始我們因為空間有限 我們也當年說實話也買不起電視 然後就只能是用油性筆在玻璃上寫 寫完之後馬上擦掉 後來 微電影天平陸續獲得國家級 廣東省市級的獎項 為星船時光團隊打響了知名度 陳佳瑞坦言天平得獎原因不在畫面多漂亮 或者拍攝技術多好 而是因為影片來源於真實故事 能夠打動人心 我們到現在有了最大的啟發就是 你任何的作品你離不開真實 離不開你故事本身 就是你去編造一些事情 其實並沒有你現實的故事來的那麼真實 還有感人 那一部作品其實所有的題材 所有的故事都是來自於每個真實的人物 他的真實的回憶 所以我覺得當時能夠成功的是 因為這個片子足夠真實 陳佳瑞自小售香港電影薰陶 來到內地讀書學習工作後 他發現內地的影視市場更大 有很多故事值得拍攝 而陳佳瑞集團隊拍攝的 各式各樣題材的影視作品 正是抓住了內地短視頻 彭勃發展的紅利期 公司也是從一開始幾個平方 到現在有一家總公司 三家分公司 一家公司是在我們的中國澳門 第二家是在我們的廣州的南沙區 第三家分公司是在我們的廣州的黃埔區 華登初上 《新傳時光》裡的年輕人仍在忙碌中 這群青年的電影夢 正在大灣區慢慢實現 陳佳瑞表示 公司將繼續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市場 未來會逐步把業務開展到全國各地 展示範圍 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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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